好了嗎? 來翻到你課本的 因為我們這課在上的東西 其實就是進到所謂的名詞 那名詞我們分成兩類 簡單來說分兩類 仔細來說分五類 只是我們要先上的呢 是課本的第六十三頁 好了沒? 課本的第六十三頁 仔細先看齁 你會發現這一頁的地方有三種 一個叫可數 一個叫不可數 一個是可數又不可數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分? 第一個我們先寫下 隨著可數名詞寫個cn 之後我寫cn 就不能再問我說 就是可數名詞 第二個的不可數 叫做uc 所以countable 是c-o-u-n-t-a-b-l-e c-o-u-n-t-c-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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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數看你要寫分屍還是切開 看你要寫哪一種 簡單來說如果它是完完整整的全屍 我們用可數 你把它分屍了 這個呢就是不可數 所以看你要切啊砍啊剪啊 只要你把它切開了 一個全屍一個分屍 這樣子的時候 有分可數的不可數 好這再來再提醒一次 剛剛比較晚進來的再提課本的第六十三頁 我們這一刻就正式進到所謂的可數和不可數名詞 可是你們呢通常翻譯會錯的地方在哪裡 要拿脳弓背出來 那我就用藍色 我剛好跟你們顛倒 因為在英文裡面 你就記得哦 阿哥啊很沒有安全感 你一定要隨時讓他知道他幾個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單純講 他是老師 你絕對不可以講Heath Teacher 因為你聽不出他幾個 所以你說他啊一個啊 對一個你就要加2 所以在可數名詞前面 你一定要記住不是2 就是m 不然就要有了 那這個l呢我挖他如果這三個都沒有請你後面至少要加s 就是可數名詞你要挑 要嘛就前面一個加2後面 要嘛就後面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講貓很可愛 你不能cat is cute 為什麼 我說貓很可愛 請問你你細聽幾隻貓 不知道 所以你要怎麼說 the cat 或是a cat 那你如果說所有的貓都很可愛啊 那就cats are cute 一種cats are cute a cat is cute the cat is cute 可是你用了的時候 我就會先定是那一隻貓啦 就比較不一樣 所以呢 可數名詞前面一定要記得 要嘛就a 要嘛就an 要嘛就了 不然就後面加s 那不可數名詞 既然他不可數 他就顛倒 第一個 絕對沒有了 第二個 絕對沒有an 因為他數不出來 第三個 你絕對不會有s 因為數不出來嘛 所以我們沒有單數複數的概念 可是我這裡會括號寫個了 是因為有時候例外 有一些特定的狀況 我們可以加上l 例外 這樣ok了嗎 所以再提醒你一次 名詞簡單來分 我們分可數跟不可數 可是再來就要請你看 你有便利貼也好 找空位也好 好了沒 我換一個 我們的名詞 我寫n 我們仔細分 分成兩類 再提醒你一次 分成哪兩類 可數跟不可數嘛 對簡單來說 我們分可數分不可數 可是如果你要再細分 細分喔 其實分成五類 第一種跟第二種 歸類在所得的可數 那三四五歸類在不可數 我會覺得 我會把它歸類在所得的不可數 好了嗎 所以下次人家問你說 名詞分幾種 你跟他說 你要簡單分還是仔細分 喔他就會覺得 哇你超級pro 很專業 因為我們簡單分 分可數不可數 仔細分 第一種叫做普通名詞 普通到他再也沒有辦法普通的 那所以通常 人啊 事啊 物啊 這種平常你摸得到的 你看得到的 你四周 只要你摸得到 看得到有固定形狀的 這叫普通名詞 普通名詞 三個 第一個叫class 什麼叫做class 搬 可以是搬機 第二個可以是搬上的人 第二個呢 是family family怎麼搬 家人或家庭 對他也是同時 是可數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搬 他可能 譬如說家庭 那有一個大家庭 好多家庭 所以要看到 第三個你如果真的勉強要講 就是fish那個字 我在暑假的時候來畫 給你看有沒有 冒泡泡啊 都沒有冒泡泡的 到時候我們再來說 講義裡面會有 所以如果細分 可數就這兩類 普通跟幾何 那如果是不可數的話 第一種 請你們先寫專有名詞 什麼叫專有名詞 記住喔 所謂的專有 就是全世界只有他一個 他專屬的 所以你們不用再數了 請問你全世界幾個台灣 一個而已啊 所以千萬不要講 I come from the Taiwan 你知道嗎 千萬不要講 I come from the Taiwan 很可怕 我來自這一個台灣 表示你還有第一個台灣 所以專有名詞 我會說 大部分他不加r 不加m 不加了 也不加s 例外 我們到時候再來寫 所以第一種叫專有名詞 所以專有名詞 第一個字都要大寫 因為全世界只有他一個 我們尊敬他 第四種呢 你們接下來會比較常上到的 叫物質名詞 物質 那我禮拜三講義裡面 就會跟你講物質名詞 我會教你一個口訣 怎麼去背 物質名詞 好不好 那最後一種叫做抽象 抽象到我再也看不到 我再也摸不到 像國王的新衣 夠聰明的才看得到 對不對 這種叫抽象名詞 譬如說 哇 劉先生 你看到他全身充滿了愛 頭上冒了光 請問你摸得到嗎 夠聰明的才看得到才摸得到 對不對 這種抽象的 我們就沒辦法去 因為他沒有固定形狀 好 簡單來說 我們的名詞就分之五單類 這個超在你課本的第六十三頁 超好了嗎 好啦 好 所以呢 再來 沒問題了 所以你會發現 and加s hotdog加s apple加s 等等等等 這些因為都完整 所以我們都是可數名詞 可是到了第二個 這個地方 我要怎麼去記 你先幫我寫 假設你是一個supermodel 你是一個超級偶像 那我們的不可數名詞 我剛剛不是說 我禮拜三會教你口訣嗎 這裡先寫一次 禮拜三會問到底你會的 你就有人會看了 記住喔 你是一個super idol 你是一個超級偶像 你的粉絲 粉絲 很有意氣 我在講的是 記得喔 你的粉絲 很有意氣 會花很多的時間跟金錢在你身上 你的粉絲 很有意氣 因為他要追星嘛 所以他會花很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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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考管他的 你有我就是要去追星 還有花很多的金錢 你的周邊產品全部買 你的CD海報有的沒的全部買 所以這種叫做粉絲 很有意氣 花很多的時間跟金錢在你身上 因為你是一個超級偶像 唱歌超級無題好聽 演戲超級無題好看 OK嗎 所以你的粉絲很有意氣 花很多的時間跟金錢 那這一類全部都不可數 粉就是奶粉 麵粉絲就是一條一條的頭髮啦 這一種的不可數 液就是液體 所以你牛奶 果汁 水 毒藥 假設啦 那一種都叫液體 氣體更不用講了 氣體要用什麼單位 不見得啊 你知道像外國他們有沒有那種 笑氣 就是一罐 鐵罐了嘛 氧氣桶咧 一桶嘛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呢 勉強你如果真的要講他可以數 可以他數單位 不數他這個東西的本身 因為你放在什麼地方 就數那個容器的單位 OK喔 那第三種為什麼他又可數跟不可數 我剛剛說的全吃的可數 切開了分吃了就不可數 那切開之後呢 像pizza cake 跟pie 這種他的單位 大部分一塊 叫做a piece of 禮拜三的時候我會講 只是你先寫 一片一塊 啊可以數喔 所以你吃了兩片pizza 叫2 pieces of pizza 那pizza就不數 好了嗎 好了 再來準備囉 我們就馬上來試試看 油圖鏡 點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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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two can i have some tea please can i have some tea please number three john can make fried fish number four pizza is mary's favorite food pizza is mary's favorite food 不用翻我们要判断一下 好这一次颠倒我们来看六十二页 你觉得他可数的你打勾 你觉得他不可数的打他 可数的打勾 不可数的打差 总共有连下面的哦 这些可数的打勾 不可数的打差 好了 来我们先看一下六十二页 我再提起一道 你觉得他可以数的打勾 不可数的打差 又可以数又不能数的打三小型 所以我们仔细来看第一题 其实不用看 因为他加了S 你知道加了S的一定都是可数还是不可数 可数 对 所以他都是打勾 这三个都是勾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他没有加S对不对 这一种呢 像Fried Chicken 因为他的鸡块炸鸡 他没有一定固定形状 所以这个都是差 不要挖硬 他是差 再来派啊 pizza啊 cake啊 这就分全尸跟没有全尸嘛 所以他是三角形 因为他同尸是可数 他同尸也不可数 只要是全尸的 就是可数 分尸的 就一定不能数 数数单位不数他本身 那刚刚讲的啊 粉丝很有意气 有发现吗 意气 所以意体这边全部都是不可数 意体全部都是不可数 你要数是数单位 好 再来看隔壁右下角的答案是 分数先扣分就好 好了 就还给他 我们就要看下一页了 好了 我们就再来 就直接看 你课本的六十四页 六十四页这一课开始呢 其实之前就学过了啊 因为你们上一课 学到的是那个话 这个那个话 对不对 好 来第一个 要画的东西在这里 quitch这个字 中文写一下 叫做哪一个 那通常 他是二分之 为什么知道他是二分之一 因为他后面一定会有这个字 对了 A 转弯 A or B 那还有哦 第二个翻译的时候 你们这个忘记 很奇怪 你们都一直都把他们的动画忘记 记得因为他还没讲完 所以我们的语气来讲 要稍微停顿一下的时候 要漏号 然后A or B 第二个呢 因为quitch这个是要wt 所以这里拉到这个地方来写 写个yes no 打叉它 就是这一种句型 我们不必回答yes no 直接跟我说A或B就好了 ok咯 第二个 like的后面记住一件事 通常 除非它是你的粉类的 撕类的 液体 气体 时间金钱 不然你喜欢的东西 大部分 大部分都应该要加s 大部分 除非它不可数 比如说我喜欢果汁 哦那果汁没办法数 当然就不加s啊 可是我喜欢苹果 那苹果就是有可以数的 所以叫apples 所以只要是可以数的 要加s 没办法数的 记得把s去掉 好 那我们就直接往下看 ok了吗 我都没有要认识答案咯 来看一下第二题 问你说他喜欢什么东西 pie还是蛋糕 所以第一个叫做 which 的是还是意思 为什么不可以写意思 对 like是什么词 动词 如果你写意思like的时候 就很好笑 它像什么 like当动词是喜欢 当介细词是像 好啦 总共有三题 请你现在开始写 那我们就来看 课本的第六十五页 准备好吗 准备好吗 which does she like pie or cake she likes pie 唯一要记得只有餐 因为你不会忘记 一个人 坐坐坐 好超人 不要记得超人 没家也值得 两分 拜拜 three which do they like hot dogs or cookies they like cookies 好一样 因为 cookie加也是 所以合理来讲 回答就好 s 第二个 因为累这么多人 团结力量大 所以不用讲超人了 OK吗 大家下一题 四 which does liz like Chinese food or American food 不一样的空 不用问 she likes Chinese food like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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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我说三遍 好 再来 隔壁 OK OK 5 5 which does the boy like fried rice or fried noodles he likes fried rice like加S 这题就没有标准答案了 可是你在回答的时候 你一定 一定要回答 I like 没有yes no 然后挑一个 它是 Tea Milk or combi 挑一个用 只能挑一个 只能挑一个